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8日 星期一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香港各大的時事消息 首先據報有一個商場 應該是街市上演水母間 有片有真相 網民看完片後炮軍相關的商場街市簡直是豆腐渣工程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昨天那宗粵名村誤殺案的進一步資料 據報爭執的導火線竟然是和車牌識別系統一度失靈有關 什麼叫車牌識別系統 就是當車離開停車場的時間 那個電腦應該是自動識別那輛車的車牌 結果據報系統失靈 不過這一個是否正正是那個人可以打死那個保安員的原因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一則葉說 有個奇怪女子疑似坐霸王的士 司機報警兼拍片追訴 那個女子發爛爪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紅雨之下顯敬商場街市》上映了水墓間 網民批評是豆腐渣工程 報導的內容提到 天文台在昨天發出今年首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部分地區有趙雨和強烈狂風雷暴 大衛顯敬商場地下街市更加上映了一幕的水墓間 有網友指大衛顯敬商場地下街市的天花板斷漏水 水流由天花板的冷氣機槽位漏出 燈光位置也有不少的水廚噴水 好像瀑布一樣 很多網友看完影片後批評是豆腐渣工程 就說樓上是停車場 上面也不能好得去哪裏 也有人笑言水為財 設計得多生命又有動感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相關短片在網絡廣傳當中 基本上就罵爆 就說為何這麼化學 看過街市就應該新裝修沒多久 但就有這幕水墓間的出現 也不知道如何收貨 另外也說說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報導 有個女子疑似坐霸王的士 遭到司機拍片追著問他拿錢 這個女子疑似語無倫次 就說你報警又如何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有網友日前在Facebook群組分享影片 那條影片長約2分30秒 未知事發地點和時間 拍片的男子不斷指控 那名中年女子搭的士過後 沒有付錢 當時女子擋在另一輛的士的車頭 多次以叔叔稱呼車上司機 同時就和拍攝者口角 拍片者指控這個女人 就說之前搭完車不給錢 還在發癲 不過女子就沒有正面回應 反指不是這個問題 她多次用叔叔稱呼 眼前的士司機 又企圖打車門 但對方其後開車洗走 女子後來轉向另一輛的黑色私家車 希望那個男司機給他上車 又是稱呼對方叫叔叔 並重申自己無辜 雖然拍片者不斷指他沒有給車錢 但女子就狀態神智不清地說 就說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叔叔come on 那個女子後來要求拍攝者不要騷擾他 拍攝者就說已經報警 不過女子似乎不在乎 就說你報了警又so what 那又怎樣 拍片者表明只要付錢就可以了 否則就等警察到場 女子就說我付錢 那是ok的 你不要騷擾我 是否ok 但最終還是沒有付錢 就在馬路中央大聲呼喊 叔叔我被人打劫 騷擾我 影片後段經過剪輯 女子最後疑似從旁邊的天橋梯間 跑來現場 而拍片的人就一邊叫你不要走 我已經報了警 一邊追上去 不過影片就沒有顯示最後的事態發展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個怪女人就說應該乘了的士 不肯付錢 的士司機報了警 不過他就截著另一輛的士 不過另一輛的士就坐著傻子走 於是他就向另一輛私家車 再叫人家叔叔 其實他可能是中年女子 沒理由叫人家叔叔 奇怪 結果人家當然不騷擾他 而最大問題就是這個人看來有前科 的士司機認得他 就是專搭霸王的士不付錢的中年女子 另外轉聽一下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關粵名村誤殺案的進展 爭執導火線疑似車牌識別系統一度失靈 司機遷路保安員笑話 報道的內文提到 沙田粵名村停車場誤殺案 停車場繳廢問題爆發爭執 29歲姓餘的男子一路之下揮拳襲擊 69歲的保安員 保安員眾權昏迷 宋縣過後證實不致 警方翻查停車場閉路電視 證實姓餘的男子的私家車 在日前5月6日晚上就已經拍在上址 有入閘的記錄 懷疑事發的時間 車牌識別系統受到雨水影響 未能夠識別車牌而開閘 因此引起爭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關誤殺案的進展 不過整件事都很無辜 據報相關的私家車 竟然因為那個車牌識別系統失靈 認不到他的車牌 於是他遷路於當時的保安員一拳打過去 結果69歲的保安員眾權昏迷宋縣不治 現在這個姓餘的男子水洗都不清 誰叫你動手 你動手後對方是死了 結果這件事究竟是誤殺還是變成謀殺 仍然要看看現場的正攻閉路電視片段 另外亦講講昨天的二通行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在15分鐘之內 有近兩成的車輛都未有車輛貼 有兩輛車沒有二通行貼字出隧道 達然停低 牽起混亂 報導的內容提到 不停車繳費服務 二通行在昨天清晨5點 在青沙管制區 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大圍隧道率先實施 駕駛者無需再停車繳庫隧道費用 記者在昨天早上 在青沙管制區收費廣場 統計往九龍方向的車流 據現場拍攝資料 15分鐘內有約網332架車向九龍方向 當中有約網60架車 而此未有貼上繳費貼 和運輸署的統計數字是相約 現場所見有兩架未貼油車輛貼的車 在駕出沙田嶺隧道過後 沒多久就停下 隧道職員隨即上前協助了解 亦有不少司機使過收費停時減速 另外亦雖然運輸署呼籲 不要使用吸盤或淨電貼 不過仍然有個別司機使用 運輸署截至昨天下午5時半 錄得共有25375架車通過青沙管制區 當中有1成6未有偵測到車輛貼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記者觀察和運輸署的數字相約 若果近兩成人未有車輛貼 兼且亦有些誤會 有些車輛途徑的時間突然停下 家印本來要付錢 為何不用付錢 結果停下車 不過若不停的話 亦容易引申危險 相關的易通行 昨天開始 估計今天開始是上班的時間 未知相關的混亂會否出現 家印有很多人未有車輛貼 另外相關計劃 稍後亦會擴展到其他隧道 若然沒有車輛貼 也不用怕 照過隧道也可以 之後記得付錢便可以 另外亦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道 屯門女子攔住救護車 聲稱沉死後墮樓 消防救起套一個頭盔給她送完 報道的內容提到屯門發生墮樓案 昨晚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案 指她的女朋友 企圖由一個低層單位墮樓 警方派員到場 發現女事主清醒倒臥上子平台 由消防升起雲梯 救出送院治理 熱心的消防員更為女事主套上頭盔 有一名男子在場協助調查 據了解 女事主姓王40歲 事發前任何7分鐘 她曾衝出馬路 攔截一輛救護車 向車上人員聲稱沉死後便會離開 救護員聽到後報警通知警方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感激相關的消防員 相當窩心的一幕 消防駕起雲梯 救起這個女事主 當時替她帶上頭盔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再見 再見 喔